这冯玲丽的父母也太不像话了 你说你就不能听孩子们解释解释 再怎么着也不能说 把人扔到路边上让人自己回来吧 真是 好了 妈 别说了 我脑子已经够乱了 爸 你这样太过分了 过分 我认识她是谁啊 弄张破证明就想娶我闺女 天底下哪有这么好的事 那你也不能不给人说话的机会啊 机会 你们俩不声不响把结婚证都领了 你给我 我们机会了吗 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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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 抄抄来 抄抄什么呀你们俩 灵灵 我问你 这个吕晓维她家里人 知道你们俩领结婚证的事了 咱们也是之后才知道的 老头子 这事吧 应该给她们个教训 她都已经这样了 咱们也没必要一直 是吧 行啊 那就咱们找个机会 去见见那个叫什么来着 晓维 吕晓维 吕晓维的父母啊 谢谢爸爸 谢谢妈妈 对对对 喂 灵灵啊 什么 好 好好好 灵灵她爸妈要来咱家啊 明天 明天明天 好啊好啊 那就把时间定在明天 行吗 那就这样 拜拜 太好了 看把你乐得我也高兴 对对对 明天要见亲家母了 咱们得好好准备准备 准备什么呀 改口费呀 我跟你说啊 这可是礼数缺不得的 改口费是什么鬼 不用了吧 怎么能不用啊 你以为这儿媳妇 从街上捡一个 就能回来张嘴管我叫妈呀 我早给你攒着了 就等着这一天呢 那你准备意思多少 我个人准备出三万八 什么三万八呀 儿媳妇的改口费 妈 你对我们可真好 那当然 必须的 张德仁 你打算出多少呀 我 今天是双喜临门 看这是什么东西 我的这个专利呀 今天和风投公司 刚签了合同 我的产品很快就要 上市了 爸 你不是才跟他们公司 刚见完一次面吗 最后把合同给签了 不不不 这个公司你放心 自己有厂房的 很多专利产品都生产出来了 知道吧 放心吧 我觉得你还是小心点比较好 不然又被人骗了 这次肯定不会的 我跟你说啊 我的这个专利一旦生产出来 爸爸送给你和伶俐一个大房子 怎么样 好了 你给我 你不要给我弄坏了 以后有什么要求尽管提 老爸绝对满足你 老杨啊 我跟你说 你只要投少少的一点钱 老杨 你听我说 喂 喂 喂 他太不降义气 你不要再犹豫了 你放心 放一百个心 喂 喂 老王啊 我是张德仁 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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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len 鸡蛋 张大人 张大人 妈 小薇啊 张德人不见了 你们是不是又吵架了 不但是张德人不见了 我给林立那个改口费 也不见了 那改口费肯定是她拿走的 你说她都被人骗了多少回了 这个不长记性的 好 妈 你先别急啊 我现在就去找 我的天哪 千万别出事 千万别出事 我的这个专利啊 今天和风投公司刚签的合同 姐 不好了 不好了 怎么了 爸不见了 我打他电话也没接 我怀疑他这次 是真的被人骗了 电话电话 你接啊 免提 我暂时只能凑这么多了 剩下的你们再给我几天时间 你啊 这什么情况啊 看这样儿 你爸好像是被人绑架了 并且控制住了 但是鉴于你爸 有表演性人格 所以可能的概率只有百分之五十 先找着他的位置 定位手机吧 小薇 定位 定位 小薇 对 动用你所有的办法 在不挨打的情况下 吸引保安的注意力 我翻墙进去找婆夫 好 那我怎么办啊 你哪儿也别去 十分钟以后我们没回来 就打电话报警 好 帅啊 哥 不是 你是干什么的 你穿这套衣服 贼帅 是吗 帅的我都 忍不住要过来搭讪了 是吗 这样把我实话告诉你 其实我刚跟我女朋友分手 她把我甩了 因为她爱上一个保安 因为她说这保安 船上的制服 特别帅 比我还要帅 说我不服 干吗呢 队长 知不知道这是上班时间 你干吗的 没有 我就 就闲聊一下是吧 这边是工厂 你没下事去那边去 行 行 你还想不想升职了 想不想转正了 下次注意点 好好好 别拍了 别拍了 那边去 行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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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反正这货啊 都想叫比例算股份 分配利润 行 行 行 不行 你谁啊你啊 你怎么进来的 我是来识破你的人 怎么进来的 不关你的事 姐 来 常灵快找到罢了 你听 张先生 这就是你的不对了啊 如果是这样的话 我们的合作可能 就没法谈下去了啊 我可是带着诚意来的 所以说 完了 手机没电了 没电了 那怎么办啊现在 报警啊 报警 报警 110 110啊 伯父 他们是骗子 拿包走人 你看 网上都已经通缉他了 你 要这么着啊 你们今天就别走了 不是 不是 不不不 那个那个 别说了 张老板 张老板 误会 误会 我跟你说啊 我筹的钱就是找他借的 他现在可能有点反悔 你是不是找我来要钱的 不不 我不跟你说了 我可以还给你的吗 不不 不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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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解释 你是想让这帮人 跟我们在这儿撂倒 把钱抢走 还是把我们绑架 别想了 这是法治时代 不是旧社会 你瞧 老板 老板 外边来了一堆警察 是吗 朋友 拿钱 走人 快跑 小伙子 懂点道意 走 不是 强劲那是我的钱 那他们钱 不能拿走 不是 强劲那是我的钱 我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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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听我说 让他们拿一会儿 警察都已经来了 不是 现在拿着你的东西就是抢劫 出去就逮他 是吗 肯定的 没事 过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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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了 好了 过去了 过去了 伯父 罚网恢恢 疏而不漏 不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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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说这家人也太不准时了吧 是啊 晖气你家还这样 早知道这样了 咋也晚点来 太不像话了 爸 妈 说不定 说不定他们在路上堵车呢 我们再等等 走 我还是等啊 琳琳 阿姨 这把我赶呢 小薇妈妈是吧 我是小薇妈妈 真不好意思 这是亲家亲家公是吧 您真不好意思 您这来晚了 没有 没有 我们也刚来一会儿 没有 来 快快快 请坐 请咱们坐 阿姨 您先坐 妈 太不好意思了 您这今天我请您了 您说 好 长青啊 那个包能不能先 那是正货的 他钱在里边拿不出来 那这样 把包先留在这儿 把钱给我先拿出来 有多少钱判多少年 这是正货 那不是什么办 这是那个钱 我急着用啊 长青 钱的是很行 交给我 好了 妥了 怎么了 孩子们 爸 你知不知道 我跟小薇真的很爱你 我 我也很爱你们呢 你爱我们吗 我当然爱你们了 我 你胡子都白了 你这辈子被人 骗了多少回啊 你什么时候可以长大 不是 孩子们 你看 爸爸 这辈子做了很多事情 别人都不能理解 但是你们要理解我呀 是不是 我都是为了拯救人类 我为了为人类做一些更多的 别撒了 你吓我一跳你 林立爸妈等我们很久了 对对 走走走走 好 好 来 我就到这儿了吧 可以进来一起吃啊 到看节上 我还是有点紧张 我做这么多好人好事 好生谢谢我就心满意足了 我心里是很感激你的 所以要不要进来一起吃顿饭 改天 我正式地请伯父 伯母 小薇 还有你 你们全家 咱们全家一起吃顿饭 那你可小心啊 你小心过了这个村 你没这个店了 别别 谢谢 谢谢 怎么才来啊 不好意思啊 靳佳让你们久等了啊 没事 你们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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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也说话 我们也没等多张时间 好好好 怎么回事 你们妈说路上 这里的交通事故 没事吧 跟你打电话都不接 没没没没什么事 都过去了 都过去了 太高兴了 我介绍一下 这是我女儿张晓纳 这是灵丽的父女 行 知道了 我知道了 叔叔阿姨好 之前啊 我可没少听灵丽提起过你呢 是不是说我太严厉了对她 没有 我对她好啊 说你总关心她 帮助她 阿姨 我这个是胎记 不是受伤了 从小就有 那个 不好意思啊 没事 没事 没事啊 没事 我去医院检查过了 大夫说我这个是不遗传的 你看我弟弟就一点都没有 他们的孩子也不会有的 你放心吧 那行 那就好 那就好 你家今天第一天见面是吧 咱们 对了 我给灵丽啊 准备了一份礼物 那个 清点 灵 算了 见面礼就不要了 算了 那不行 你看 这他们两个孩子把结婚证都领了 这等于是进了家门了 你看 我这个是我妈留给我的 这不行 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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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不行 不行 不行 这太贵重了 我早给灵丽这 你留着吧 这就不行 灵丽 来 这多贵重吗 这 来 把你戴上 戴上吧 戴上 戴 戴上吧 戴上吧 你看挺好的 挺好看的 是吧 你看挺合适的 真 真好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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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 谢谢阿姨 清姐 你看两个孩子的证也领了 是吧 要不我们今天借着这个日子 把他们结婚 结婚的日期定一下好不好 不急 有些话吧 还得先说在前边 好好好 应该的 应该的 两孩子相互挺喜欢的 我们也不好多拦着 是吧 对对对 这做父母的 咱们都希望儿女幸福 是是是 既然结婚嘛 该有的是不是都得有啊 都有 都有 什么都有 您说的是 您说的是 那个 房 房子 房子 有有有 他们现在住的那个就是 邻里 是吧 都有都有都有 那个房子 有有有有 这个你们放心 好 好 清姐 清姐 小维啊 新酒汤熬好了 你给你爸喝点吧 清姐 再给我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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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喝两杯 你还要喝 真是 清姐 行了 清姐不在 行 行 行 跟人拼什么老命啊 清姐 这是什么东西啊 酸哪 酸什么呀 这是行酒 比你的酒好喝 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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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家人我看着还不错 新玩啊 那不是个骗子 爸 妈 你们答应了 原则上 我和你爸没有什么意见 爸爸妈妈 你们真的太好了 你别高兴得太早 明天啊 明天啊咱们去他们家一趟 对 看看他们说的房子 再顺便商量一下 婚礼的事 那我马上给小维打电话 闺女啊 别打电话 咱明天搞个突然袭击 对 要不然光听他们说 什么真实情况咱也看不着 就是 爸 妈 你看我爸 你爸说得对 这一家有女百家求 光听见他们在这儿说 还不是为了求你过门啊 我们不能掉以轻心 没错 手机拿过来 拿来 拿过来 你这孩子 你这孩子 你就以为我们给人家说这个 那个都是为了我们自个儿一样 我们为谁啊 我们有退休金 我们有房子住 我们有医保 又用不着你养 你有负担吗 没有啊 所以你婆家那边的情况 必须得好好地看看 没错 妈妈 我知道你是为了我好 你知道就好 行了 甭惦记这手机啊 收起来了 来 拜拜 妈妈 你觉得这个地方 说到这儿 埋个悬念怎么样 好啊 文主持说怎么样就怎么样 我知道 你还在为上次的事情生气呢 其实我觉得 你的主持风格挺好的 如果你肯跟着我干的话 我可以给你提供更多机会 那我得多谢文主持了 谢谢文主持对我的栽培 也谢谢你对我哥的伤害 这我都不会忘 晓晓 嫁给我 不知道文主持每天晚上睡觉的时候 会不会觉得良心不安啊 还是说 文主持根本就不知道 愧疚这两个字是怎么写的 那件事情已经过去那么久了 你有必要揪着过去不忘吗 文主持你是这么以为的吗 你滚蛋 你放开我 放手 李哥 他现在怎么样了 好啊 特别好 重度抑郁症 一天到晚拿着你的照片 没完没了的 不吃不喝 时不时玩一个自杀什么的 对 当然 你也可以说是他自己内心不够强大 但是文主持 你既然选择要跟他分开了 为什么就不能跟他当面说清楚呢 当面告诉他一声有这么难吗 你好 其实有些事情并不像你看到的那样 迟到时候间我也不瞒你了 这些事都是我们安排的 你们这么做 至少应该先跟我商量一下吧 晓晓啊 你有大好的前途 千万别把精力 放在那种没有未来的儿女情长上 再说了 这是公司老板的安排 我也只是奉命行事 温仲迟 我觉得 你不去当演员 你真的太浪费了 你什么意思啊 你觉得你装得这么楚楚可怜 能骗得过我哥 你觉得你能骗过我吗 那件事情 我真的是被蒙在鼓里 我并不知情 你选择沉默也是等于帮凶啊 既然你知道 这些并不是我的本意 你为什么要处处针对我呢 虽然那不是你的本意 可是你仍然选择了沉默 那就等于给我哥心上插了一刀 我想过要跟他解释 可是我真的不知道 我该怎么跟他说 你是不知道该怎么跟他说 你们俩的恋情 影响了你的大好前程吗 不是这样的 算了 反正我哥也没打算追究你 但是我一天到晚跟你低头不见 抬头见的 我做不到 我做不到 不管怎么样 你哥变成现在这个样子 都不是我希望看到的 温天心 我觉得你但凡还有点良心的话 你就应该去医院看看我哥 没准这样 对他的病情会有所帮助 我会考虑的 这小子 几天不见长进了 直到八截新主子了 这小子几天不见长进了 这小子几天不见长进了 四徒号摘面具还是不摘面具 对节目本身 已经没什么影响了 只要二位主持人 相互搭配的状态在那儿 就没什么问题 我认为 摘掉面具就会失去神秘感 现在有这个悬念在 不是挺好的吗 何必多此一举 我们这是一个网络 点击率非常高的节目 既然是一个网络节目 我们就应该跟网友互动起来 既然大家都要求 四徒号撕下面具 我们为什么不尝试一下呢 我想如果这个时候 四徒号撕下面具 势必会引发我们节目 第二波口碑的爆棚 我认为只有好处 没有坏处 我听大家的 如那 dort各种 幸好 好 大家好 接下来呢 由我向大家揭晓 我们可爱的小狼狗的 卢山珍面目 大家都准备好了吗 准备好了 有请小狼狗 大家好 我是你们的小狼狗 接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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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狼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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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接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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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是 是 孙徒航 孙徒航 我爱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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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孙徒航 应该我谢谢你 你表现得特别好 观众特别喜欢你 那你呢 你喜欢我吗 我也是你的观众啊 就是因为我特别喜欢你 所以才会拼尽全力 把你带到全盛来 我说的那种喜欢 和你说的不一样 娜姐 我想我们的关系 能够更进一步 我想照顾你 我 司徒好 我女朋友吧 长青 我很欣赏你的女人的品位 她很遗憾 她是我的女朋友 长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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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儿是吧 这儿是吧 她这环境还不错 还行 这儿还行啊 是 来了来了 谁啊 叔叔咋 我爸爸妈妈说 今天过来看看 青家 我们是不是来得有点 太早了 早点了 不不不不不不走 不走 来来来 请进 请进 好好好 珊珊 小维 青家们来了 快快快 里边请 里边请 好好好 我来 我来吃 这房子真不错 坐坐坐 太客气了客气了 我们早点过来 就是想商量一下 俩孩子婚礼的事 对啊 应该的 早点好 早点好 这房子真不错 买一套不少钱嘛 多少钱啊 还好 还好 我不用 我来 我来 你找谁啊 你好 我是乌业的 乌业 有事啊 过来收房租 房租 是这样的 青家 你听我解释 走走走 先别这么叫 你这不是骗人吗 就是 不是 你看 这 这个事情都怪我 我呢 有一个专利 那么这个专利的 这个授权啊 一旦卖出去 别说这个房子买一套 就是买三套 都没有问题 真的 好 那行 那行 那这样吧 什么时候 他们把房子的事搞定了 咱们两家再坐下来 谈两个孩子婚礼的事 林立 真走 青家 青家是别走啊 你听我给你们解释 林立 走走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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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别走啊 你看你们这 走啊 走走走 青家 等等 青 青家 是是是 稍等一下 青家 这就是我那个 专利授权协议书 我这个总价 要一千五百万呢 你看 这个事吧 虽说是这么个事 和这儿隔着 要是太远了吧 对呀 你说这 这要钱 什么时候收回来 是啊 还不得等到猴年马月啊 不不 我的意思就是说 这个事它是真的 所以你们的担心啊 不存在 对了 那今天这个事情 我 我表示道歉 算了 算了 那个这个事吧 我们回去还得商量商量 对吧 老房 对 我们回去商量一下 咱们再给你回话 应该的 应该的 好 那 梁青家 慢走啊 好 没错 好好好 司徒 恭喜你啊 发布会很成功 以后你可以光明正大地 回到舞台上了 谢谢娜姐 不过 你以后能不能 别跟我这么客套 再说今天恭喜我的人 也够多了 我都快听腻了 本来就应该恭喜你嘛 多我一个不多 其实你当初能当让主持人 常青还是很支持你的 所以我就要感恩戴德地 把你拱手让给他 是这意思吗 司徒 跟他在一起是我自己的选择 不存在谁让谁吧 你好好休息一下吧 一会儿还要上台呢 我先走了啊 娜姐 在我心里你一直都是我的弟弟 我的好搭档 我的好朋友 你是最棒的 你一定要加油 我去做什么事情 你怎么会是个麻烦 你怎么会是个麻烦 欢迎你回来 在我心里你一直都是我的弟弟 我的好搭档 我的好朋友 你是最棒的 你的眼睛 你是最棒的 你的好席 你住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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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还以为你不来了呢 文主持以提些新人的名义请我吃饭 我要是不来的话 估计明天公司会有人给我穿小鞋说 母中无人啊 母无尊长啊什么的 是不是 你不要总是一副身人物尽的样子 毕竟我们搭档这么久了 为了庆祝你摘下面具 请你吃顿饭也是应该的呀 我也不是来吃饭的 我也不饿 我觉得特别奇怪 我们两个什么时候 这个关系好到 可以坐在同一张竹子上吃东西了 我一直觉得你性格挺奇特的 没想到 你还有被迫还妄想症啊 那你放心 我暂时还没有精神方面的隐患 司徒昊 我好喜欢你 你是不是单身 我要做你女朋友 可以吗 司徒昊 你回来你 好帅啊 不好意思啊 公司有规定 就不让 不让合影 实在抱歉 不好意思 下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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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吾啥 Ž kind aussi 嗯 我好喜欢吃的 嗯 嗯 吾茜 喜欢吗 喜欢 你亲我一口好吗 我也不知道亲你了吗 那我亲你了 吧 你怎么这样这流氓 我的每滴血液里面都印着这两个字 好吧 我爱你流氓 谢谢 要我走开吗 不用 免提 司徒 娜姐 你那边情况怎么样了 没事了 他们没再追过来 不过 我现在特别不舒服 我想见见你 跟你聊聊 我觉得我特别不适应现在这种情况 可是 我现在人在外面 你和常青在一块儿呢吧 没有 我一个人在外面呢 娜姐 我想告诉你 我可以祝你幸福 但不是你们 为什么 什么为什么 为什么你不跟他说我们在一起 我为什么要跟他说我们俩在一起 你很奇怪啊 不是 他又不是我的领导 我为什么跟他汇报我 我跟什么人在一起 在什么地方呢 但这是对我的尊重啊 他今天被粉丝闹了本来心情就不好 你别给他添堵了 你是没给他添堵 但你给我堵上了 那我亲你一下 不够 还不够 那怎么办 你不要把你蛋糕糊在我脸上 不不不 那是不可能的 这很贵的 你别过来 我有一个很大很大的要求 什么要求 你不要过来 什么要求 明天再告诉你 你一下子 没有认识 你呀 你 呃 稼